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六体书论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讲什么呢 从好事之人那边开始 上一堂课呢我们讲最后 那一句话是非常 非常好 要把它记下来的 他说 事故学必有法 成则无体 欲叹其傲 先是其门 有知其门 不知其傲 未有 不得其法 而得其能者 这 这句也是 六体书论 张怀冠他的 宗旨之一 之一 那后半段呢 他就说好事之人广求民书 以教其 这个好事之人不是说他只好 好感情是那里不是啦 是说他希望 把书法写得好的 得一些人好 希望他的学生 小孩能够 把书法写好的人好他就是 广求这个 名家的书记 经典之作 来教他的儿子 好 这是子子孙孙 查其所入 便遣席之 因为 在这个古代 你能够一窥 增肌的机会 真的 非常少 非常少 不像现在人 随便手机 查 就有资料可以看 如果我现在 要看王熙之的 真 不见得 增肌了 但是呢 蓝婷序 随便一番 他就到了 对了 而且 就算你没有网络 你去各大数据 随随随便便 这边也会一本王熙之的这个字铁字铁蓝婷序之类的 好 好更 那个 这个 古时候啊 还有一些 为了求一个 很好看的 悲铁他自己心中非常仰慕的悲铁可以从南部走到北部走了好几年 去到那个 那个石碑底下 他就背着行囊而已啊这是一个包袱 这样子就走了 没有像现在人这样子 有车还可以做 鞋子很好 还有GOTEX的可以穿 对 阿大就在那边洗地的做 都是你们能住住个好几天 几个月 拜托我走了 走一年才走到 你不住个几个月吗 那就为了 看来 看那个北铁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精神是我们现在的完全没有办法 体会的 然后 好 如 商人以庭百货 圣目济重必有 善于忍者 他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真基 因为 他一直在讲说 你要学书法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到 至少古人 古上先贤 写过的 明基 字体 好 然后才知道说 这些字体 古人 古人的是怎么写到底是怎么写的 好 而且古人有很多种 而且有很多种字体 所以你要学习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先 大力的浏览一下 一窥书法的全貌 然后才能够选自己 这个最适合自己的这个书本来写 所贵多本本利而道深 因为你让 这些经典有很多种 形形色色 好 那么 每一本都建立出来之后 大家去 有 有得参考 所以原则就有了 贫者之皆 必不能说服 这个是 这个是呢 一般人 没有办法一次看到那么多 好 其实他这句在讲说因为 他是在草为官吗 他在草为官 所以他知道 当草的皇帝 收藏了很多 明基字体 从唐太宗开始 他就广求 天下的那个王羲之的真基 二王的真基 所以在皇室里面的 绝对是有很多宝贝 宝贝 好 然后他就说 唯陛下你看 陛下有万国之父 和同树人之平 天府妙书 喜宝何用 有没有 你都把他藏在 一个连苏格里面 有什么用呢 就是 让世人都没有办法看到你就自己藏起来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你是因为 怕污损到真基 那你踏本 也可以 拿出来让人家 学习 临摹 对 寸有所长 自古 大有家手 各丙 义气 亦可参想 他说 唐代的书法 是非常 那个兴盛的 名家也很多 你也可以请 这些当代名家呢 把他 描摹起来 好所以那个王 王羲之人 男婷序就是找了 四个书法家吗 于是难除衰良 然后 还有很多啊 像最最有名是逢神树啊 他是双勾 把他填末 这样子把他勾勒起来的 最接近这个 增基 好是 好 所以他就说他建议皇帝 服劍 美濟之间 一两度 好西招诸王 骗士古今 所以你看 这也是他们在皇帝里面的这些诸王公贵族才有办法 宁王公贵族 都没有办法 见到增基的 更是一般的老百姓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啊 你不然 这个 齐请这个皇帝 你可能每一季啊 开个一两次 就是把你的书柜打开 把那个增基都 都摆下来 然后把这些 想学书法的汉林书院 这些学子啊 全部都找到进来 大家看一下 评论一下 学习一下 好让大家看到说 我这个 自古以来 有哪些书法家的增基 这样子 商榷诸家工作 也是一种批评 对不对 那么会怎么样 必大 大开悟心灵 然后 习其所变 虫子 抱变 冰寒与水 喜有成眼 旷富天人神众者在 其可许 中章二王都高于往日也 你把这个中 中有张 这个 张 张之后 还有这些 王熙之二王 这边呢 变起来 对不对 变起来 没人知道 多高于往日也 且一时之美 为宝 其字 唐一关的路 则润 与终生 你看 这个 只要看一眼 他就已经满足了 看一眼就能够润则终生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 增基掉在你旁边你都还不想你那不要做增基的这影音本那么多 因为现在 招商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你随便再跟增基一模一样了就二型社那些 那些 好 这个书本 这些经典他就都是一比一把印出来几乎是一样啊 你说你要看到这个可以 去故宫不愿 有一些 古人的增基可以 可以参考 所以 所以 古人因为资源非常匮乏 所以他们学习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全神贯注 你只要看你我就给你洗手起来 因为你下次要看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服务世人世书 未知社保 你看 世人世书未知社保 终一听军天之乐 赌明月之珠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是这么夸张 近何以于人也 下句呢 也是重点 若 顺其信 得其法 则何宫不克 何业不成 这个跟上次 我们讲的是一样 最前面 123456第六行这边 第六行的后面 顺其情则夜成 为其中则公寄 有没有 这一句 呼应这一段 好就是说 你 把这些 古时候的生机啊 琳琅满目 这么重要的真机 而且 每个 每个书法家的 这个财气啊 都展现给世人 看 那么 每种个性 都展现出来 那么 后人在学习的时候 就可以依据说 我的性情 可能比较接近 这个人的书法 那我就先从 比较接近自己个性的 性情的 这个书法呢 开始学习 顺其信 就能得其法 何宫不克 何业不成 这样子的意思 这是他的说法 当然也是有所本 也是有点道理的 世书之人 唯一臣子 妙里 为子臣妙里 亦如是讲 福典 圣子 当今大话 长流 事表无事 事无 其实那说是 天下代品 的时候啊 观尽才能 成吉地 怀环 这个张怀冠 还有一个弟弟叫怀环 可能也是大概 跟他一起在汉林书院那边 这个 这个共同从事这个行业的然后他的官职啦 刀同供奉 成锦静 怀缓书 大小传及八分 成书真行草 合成六体 自书弃作 三千余年 这个钱写错了 应该是千 三千余年 子孙之分 优劣 玄格 经考其神妙 舍比 凡无 当道 要书 用此六体 所以他这边说 你要从这个六体书法 因为他这边是六体书论嘛 用六体去认识 去理解 书法的 源流 的源流 当道要是行使千文 他总共的就是写了在 几千个字 然后 分别在 大传小传八分 大传小传八分是他弟弟写的 然后他自己写 凯书行书草书 合成六体 这样子 必而观之 见其始末 探贤者 生子 知 变化之所有 所以 你要知道 变化跟发展 书法 用六体 书法六体 去认识 这个书法的变化 发展 好这样子 警戒书论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篇 六体书论的 那个 全部了 大概 我们再总结一下 回顾一下 不知道讲什么 就回顾一下 那么他一开始的话 这个六体书论 他是从 从这个 分别从大传小传八分开始讲起 那前面前面 这个一开始 这段其实也蛮 蛮 重要的 他是比较希望说 要能够 往 书法的 这个 最根源的地方开始学习 从最根源的地方开始学习 然后他也提出这个 植文官 植 品质的植 他这边品质的植 就是 根源 根本的意思 那么文呢 就是流派 知业的意思 好 那么 现在 他说当时的人 比较重视流派跟知业 然后 比较 轻慢于这个 源跟根本 但是呢 这个也 不能完全怪他们 因为 他们对 根本 根源的追求 其实是有 一定的限制 就像刚刚 他最后一段 所讲的 他们要建一个真机就已经很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几乎在在那个 皇室里面的人才有可能去见到 所以变成说世人大部分 还是流派为主 当然他 他会他意思说你流派为主的话 这种学习的概念是比较 没有没有 章法 可能会 走偏的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还是强调说 求其 求其根源 好 但是呢 他也有 他有讲到说 如果说你是 一个非常 有天分的说法家 倒也不一定说 要执着于这个 你可以自成一个 是有可能的 但是问题是 大部分的人 你要先入股 去探求这个本源 然后 完整学习之后 再跳脱出来 对 这样才是会 会完整一个学习的历程 好吧 所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六体俗轮 那下次 应该还可以讲到 玉堂进京 如果说 这个 暑假有 有开的话 也许 就可以把这本讲完 也说不定 好像还蛮多的 都讲不完 讲我要把那个 剩下的 附到下一本上去吗 讲不完的话 再说 好 OK 我们下伙下 优优独播剧场 并 的